我的眼睛很迷人 不停講到這樣很尷尬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全台最可愛的喜劇演員 龍龍 為什麼會這樣龍龍呢 是因為我的本名叫林千玉 可是有個台語歌手叫龍千玉 所以我從小就一直被叫唱風中的玫瑰 但是我不會唱也不會講台語 所以後來我就變成龍龍了 私下自己可愛可愛好可愛 我的表演風格呢應該就是偏厭世毒蛇 然後還有就是長到很精屁 然後高音頻 創作的靈感呢都是從我生活中的大小事情 就累積而來的 所以你們自己小心一點不要出現在我的生活裡面 怎麼會看著圖舞秀表演呢 一開始想要當演員 但是因為我就是長得太矮 然後呢聲音又太尖了 所以後來就被老師推上台說 這個只要好笑就好 你剛好長得蠻好笑的 你可以去試試看 於是我就踏上了那條不歸路 第一個 我要有很瘦很瘦的腿 然後 第二個 第二個 我要 財富自由 這不會太真實了 財富自由啊 我很多錢 然後第三個 希望大家都可以開開心心的 就是度過生活中的難關 我就沒有把它當燒業當聖餐再吃了 就去吃吃到飽吧 就是 很像不真的的時候 我會去跑去吃吃到飽的餐廳 好難喔 我這有魅力的地方是什麼 講一個喔 眼睛吧 好四足喔 我的眼睛可能已遠 你講到就很尷尬 2020 最後回的事情 我買了兩張計票 一張去日本一張去輸入 然後呢 到現在又沒有辦法退錢 對啊 這很值得後悔耶 對啊 還我錢啊 時間能倒流 時間能倒流 哇 我應該就是回到1993年 10月6號 就我爸媽那天不要打包 這可以講嗎 這不能講 這可以講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喔好對 對我現在生活在這室 我活上 真的太累了 好近期的 近期的 近期的才華我覺得石修很可愛 對欸我喜歡那種 就是騙中心一點 我不知道 騙中心一點是不是有點過分 他是真男人 對 石修是真男人 對 很可愛 所以就是現在最討論是 應該就是發紅包了吧 對 對 不過每年就發紅包給阿嬤 所以我蠻開心的 阿嬤就會覺得我有任何在賺錢 2021的新願望 我希望真的真的 大家的疫情很好一點 我又可以出國玩 但我2020賺了很多錢 就是為了2021可以出國玩 不過石修那好像機票 就是因為就是在台灣很無聊 然後也沒有辦法出國玩 然後呢國旅有很多人 所以就只好一直接工作 一直賺錢 像錢太多沒地方花 所以有點困擾 祝各位 身體健康 這是太爛了 屬牛 牛年型大運 等一下我應該要講什麼 好 祝各位開開心心好不好 雖然就是今年 因為很多不順利的事情 不過啊 就是人生就是要過得開心一點 接下來才會有轉機 所以祝大家都可以轉念 然後讓心情更好